有数百个最佳城市可以帮助你做出决定最适合生活的城市 根据全球移居性报告 从五个类别 医疗保健 文化和环境 教育和基础设施 还有安全性 在240个城市里 为你找出了十个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地方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斯坦利叔叔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人口有130万 阿德莱德很值得考虑作为你的新居住地 就生活成本而言 阿德莱德一定是你可以负担起的城市 这里的租金比悉尼低50%左右 你会在阿德莱德发现 很多澳大利亚顶尖的教育机构 包括大学 私立大学 烹饪和酒店学校 一方面 阿德莱德拥有一个繁荣城市的所有好处 另一方面 它可以放松地让人耳目一新 安静和舒适 阿德莱德的美食和非常美丽的风景是最好的 在澳大利亚 这座城市以丰富多彩的社区而闻名 美丽的乡村风景将低失业率转化为健康的经济 哥本哈根是欧洲公认居住的好地方 丹麦首都在全球490个城市的排名中名列前茅 卫生服务 住房和公共事业使用社交网络和休闲设施 基础设施 气候 人身安全 政治紧张局势和空气质量都被考虑在内 这已经不是丹麦首都第一次在生活水平调查中名列前茅了 哥本哈根是丹麦的首都 最大城市以及最大的港口 坐落于丹麦西兰岛东部 与瑞典的马尔默隔海峡相望 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 四季温和 夏季平均气温最高为22度 最低约为14度 而冬季的低温约在0度左右 降雨量也十分适中 哥本哈根是一个绿色的城市 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公园 在过去的几年里 越来越多的人从世界各地来到丹麦工作或生活 作为加拿大的经济中心 多伦多是一个世界级城市 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中心之一 多伦多在经济上的领先地位 在于金融、商业服务、电信、航态、交通运输 媒体、艺术、电影、电视制作等等 多伦多证交所是世界上第七大交易所 总部设于市内 有多数加拿大公司在这里上市 将近50%的人口讲除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多伦多的国际性人口体现出 它是前往加拿大移民的重要落脚点 而市内50%的人口在加拿大以外出生 也造就了多伦多成为世界上 种族最多样化的城市之一 目前多伦多的低犯罪率 洁净的环境、高生活水准 以及对多样文化的包容性 令该城市被多个经济学智囊团列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东京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 东京都人口达1400万 首都圈的人口则高达3800万 是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都会区 东京的GDP为全球第一 其GDP总量高于加拿大、韩国、俄罗斯等 位列世界第八 东京为亚洲最重要的世界级城市 也是传统上的全球四大世界级城市之一 全球城市指数排名前四 众所周知 东京是日本生活条件最好的城市 传统技术和高科技的结合 住在东京意味着可以体验 从日常娱乐到各种各样的吸引力 不用说住在这里是很昂贵的 这里所有的东西几乎都很贵 但对于那些有稳定收入来源的人来说 它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 温哥华 与最大城市多伦多约有4200公里之遥 去美国西北大城西雅图约250公里 温哥华市区人口仅有70万 温哥华的自然环境深受游客欢迎 令旅游业成为市内第二大经济支柱 温哥华也是北美第三大制片中心 有北方好莱坞之称 也是20世纪后与美国旧金山 同为亚洲人在北美最集中的地区 温哥华经常被列为 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之一 有很棒的社区 这里的生活水平很高 吸引了各个民族的人 加拿大第三城市有着不可否认的吸引力 这个城市的海岸线提供了 迷人的风景和伟大的海滩 而山脉提供了雪上运动和徒步的 最佳旅行路线 卡尔加里是最干净的地方之一 世界上最安全最健康的城市 整体生活质量全球领先 卡尔加里的生活方式以家庭为中心 社区和健康 拥有丰富的休闲文化和娱乐活动 它每年举办很多节日 吸引数百万人 城市以西的班夫国家公园 是世界上著名的自然风景区 也是加拿大第一所国家公园 每年都会有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大阪自奈良时代起 就因其领海的地理位置成为贸易港口 在江户时代 大阪和京都 江户并称为三都 是西日本最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 除了经济之外 大阪也以其独特的庶民文化而著称 今日的大阪和东京 并列为日本最具代表性的大都市 大阪是日本另一个著名的居住城市 许多外国人也认为 居住在这里拥有温暖和友好的气氛 大阪的生活成本比东京低30% 悉尼是唯一一个得分比去年有所提高的城市 文化和环境的提升为它加分不少 世界上很少有更好的城市 比它更适合居住和工作 作为该国最大的经济体 悉尼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之一 悉尼是欧洲首个澳大利亚殖民聚落 以往充当罪犯流放地 1788年 由英国第一舰队的船长 阿瑟·菲利普 于悉尼湾建立 曾被称为海港城市 它是澳大利亚最大的金融中心 也是国际主要旅游圣地 以海滩、歌剧院和海港大桥等文明 悉尼长期以来都是生活品质极高的世界都市 墨尔本是澳大利亚人口排名第二大的城市 也曾是世界最佳移居城市的榜首 墨尔本在服饰、艺术、音乐、电视制作、电影及舞蹈等潮流文化领域引领澳大利亚 甚至于全球该领域范围都具备一定的影响力 墨尔本也是澳大利亚多民族文化的中心 拥有着为数众多的移民 从2002年至今 墨尔本一直占据着由经济学人选出的世界最佳移居城市的三甲位置 连续七年位列第一 墨尔本被认为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 有几个原因 有多种公共交通选择 相对较低的犯罪率和大量的就业机会 另外它提供了一个很棒的艺术和文化场景 一流的大学和舒适的生活方式 在繁华的城市环境中生活和学习 墨尔本可能是一个堪称家的完美地方 维也纳是奥地利的首都 也是该国最大城市 维也纳除了因为丰富的音乐历史遗产 而被称作音乐之都 也因为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心理治疗师 弗洛伊德的家乡而被称作梦之都 维也纳以高品质的生活著称 2018年维也纳取代墨尔本成为第一 连续八年人力资源顾问公司美式 将维也纳列为年度生活致数调查的第一名 维也纳是世界上国际会议和大会的首选城市 每年吸引超过680万游客 连续第二年被评为世界上最宜居的城市 生活的安逸和安全 在地理上维也纳是欧洲大陆的首都 这当然有它的好处 意大利斯洛文尼亚乘火车很容易到达 当然还有包括匈牙利和德国 维也纳是欧洲最绿色的城市之一 可惜这份榜单中没有我现在生活的城市 拉斯维加斯 当然有着世界罪恶之都之称的堵城 不可能出现在宜居城市中 但我的家乡北京未来还是有机会的 那如果你现在生活的城市 或曾经生活过的城市 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写在评论区 最后非常感谢各位的观看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